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好各位朋友新年快乐大家好 欢迎大家今年再次的来参加我们留学欧洲说明会 那我们留学欧洲说明会这个系列活动是由欧洲在台的官方单位联合举办 我们从去年2022年的9月要一直进行到今年2023年的2月 那整个系列活动呢我们将邀请到超过50多所的欧洲知名的高等教育学院 来进行这个留学线上的说明会 国家有德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瑞士瑞典以及意大利等专业的顶尖欧洲大学 要接力的为台湾学生你的留学欧洲计划来指点迷津 那学校除了商管学院资讯学院更有著名的理工科技 设计饭店管理观光医学等科系 这些知名的校园都有加入他们要提供给你最新的课程资讯以及还有教育制度申请流程 奖学金以及还有毕业后在当地工作或者是创业的这些相关的资讯 你一定可以收集到你所需要的这些资讯 而且听到学校校代以及还有学长姐的给您的经验分享来帮助你的准备申请 那今天晚上的留学欧洲部署未来我们带给您的是这个欧洲应用科技大学 那留学欧洲应用科技开创你高科技的未来 那我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欧洲应用科技大学 那这个学校是以培养未来成功的企业家设计师和这个工程师为起点 他们培养了众多文明的这个在商业界的人才 有着孕育企业家摇篮的这个美誉 那他们开设的有商科经济科技工程 艺术设计心理学 甚至还有体育赛事这个管理等这个特色前研创新的专业 那他们学校开设有这个大学学科 就是本科以及硕士 还有自由选择英文或者是德语授科的课程 那他们将近有在这个商业领域有超过了20多年 那经济领域以及新科技领域和这个艺术设计领域呢 都在这些学术界上面不断的沉淀以及探索 那学校的课程当然非常的专业 以及还有一直以4.0这个时代科技的紧密融合 那他们学校在之前有曾经获得非常多的这个融合 非常像比如说ADC这个全球创新专业名列第2前20位 以及还有跟200大的这些顶尖的合作伙伴提供了这个实习 还有就业 那他们学校有将近93%以上的这个就业率 那齐国计划的程度呢在德国是名列前25位 那他们学校听到是欧洲应用科技大学相对的 他们就是把跨学跨领域以及跨学科的这样子的课程 融入在这个跟知名各大公司的这个还有研究中心的合作 透过专案的方式然后来交给所有的学生 然后让主要就是要让这个在欧洲应用科技大学里面的学生 可以从中受到很非常多的益处 他们跟全世界的200大的这个合作伙伴里面 让这个学校毕业的毕业生就能够提供给你有相关的实习 还有就业的这个机会 那像比如说一些大的公司 像斯普格林集团以及还有这个大众奥迪宾市 以及甚至像联合丽华等这些非常有名的这些这个企业 甚至还有欧绿宝柏林这个篮球队 然后甚至像皇家马德里亚 以及还有SAP等这个知名的企业 他们都有相关的合作 那学校的这个毕业生呢 他们据学校说是非常不全部于这个 布在这个世界各地 如果你有机会上所谓的Linking这个领英上面的资料显示 这个他们学校的毕业生的去向大部分 可能都是留在德国分布 可能在柏林 科隆 以及还有汉堡这些主要的这个商业城市 那企业的这个分布大概就是像什么 德勤德国的安永这个PWC 以及还有一些PNG等这些世界知名的企业 我相信大家都跟我一样非常想要期待 赶紧的来听听这个欧洲应用科技大学 如何可以帮助你部署你的未来 如何强化你未来的专业 以及还有建立你未来的人脉 那待会在讲座当中请大家 不要就是不要吝啬的 赶快将你的问题 以及还有想要问的问题 都打在我们这个Q&A的问语答的栏位当中 我们今天再邀请这个校代来帮我们做一一的解释 还有帮我们做分析 OK So now let's welcome Reli from 欧洲应用科技大学 OK Now the time is yours Reli Thanks 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戴安娜 这个非常对我们学校非常一个全面的一个介绍 那也非常感谢这个今天晚上我们的四位同学的一个参加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 那我是这个 我们的学校的中文名称叫欧洲应用科技大学 那我们通常简称的是优异 那我主要呢是负责这个中国大陆 香港 这个台湾 这方面的这个市场招生工作 那今天呢跟咱们同学呢主要分享两大部分 也是咱们同学未来 这个 无论是你工作 这个读书三年后或者两年之后 那面临的就业的问题 那我如果 那未来想在德国 发展的话有没有一些可能的机会在德国 那第二个是那如果未来你选择了优异 那这所高校那他能给你 你的未来的职业包括你的学习带来哪些帮助 由于今天咱们的同学并不是特别多 那我可以跟咱们各位边分享 那就是同学们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开你的麦 然后咱们一起来共同的交流 现在有没有好一点 请那个同学 OK了 是 谢谢 谢谢 谢谢同学的 那我就靠近这个屏幕电脑屏幕稍微更近一些 好 那您可以 谢谢 不好意思 难民就可以从头开始 嗯 那我们首先跟这个同学们三眼整体来看一下德国这个国家 那我们说关于德国的一些基础的信息 那同学们也相对来说也是非常熟悉了 那他是一个高度发达的一个资本主持国家 可以看一看他的人均的GDP啊 GDP已经达到5 人均GDP达到51202 这个美元 这是2022年最新的一个数据 那另外呢其实德国他也是我们说这种高 啊可以说是高精尖人才啊 最受欢迎地的这个名列是第二国家 他每年呢这个19年的数据 那其中呢 啊这个吸引外部的移民 啊这个是160万 那其中呢这个来自于学生啊 啊也就是有40万这样的人数来补充他的这个劳动力 那也是可以说是其实德国他是一个非常高度发展的资本主持国家 那老龄人口的老龄化也是非常严重的 他极其需要这种年轻的啊 啊有这个我们说的技术有高素质的人才来补充他们这方面的一个经济发展 那另外关于德国的我们说的他的一个福利啊 包括这个社会福利啊啊 啊这个医疗啊这方面这一口也跟啊过多的阐述他们也不太清楚啊 那那其实是在欧洲就我们说的社会福利是最好的 那作为毕业生那如果你假如在德国工作的话 啊你是享有啊无论你是工作几年 他是在随着你的人数这个年数的增加啊 啊那你在第一年的时候你就享有待新的假期啊十天 包括你的各种的年假 可以说在德国啊如果你工作的话 你是有修不完的年假啊修不完的各种假期 而且他的工会的力量也是非常强大的啊 啊那说啊这个诺贝尔文学奖 那他在过去的25年中啊那诞生了25位啊诺贝尔文学奖 啊而且包括我们在生活的过程中啊我们说有很多东西 其实他的发明不是赤造都是来自于德国 那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使用的压膏啊 啊包括啊啊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送颜药 阿斯波林啊这个包括我们说的飞机上的气囊 还包括汽车啊MP3等等这些很多东西 其实在我们生活中都是啊这个我们说的是德国啊 啊德国制造德国发明啊啊那其实关于谈到德国制造 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故事啊啊啊啊其实在100年前 德国啊制造并不代表高端的这个这个代名词啊 其实这是在这个1887年的时候啊我们说啊 啊当时的德国的工业还没有那么啊那个发达 他的很多东西都是这个我们说是啊可以说是高榜英国的 那在1887年的时候英国的议会啊出来出台了一个商标法案 那要求所有从德国进口的东西你必须给我打上标志啊标志是made in Germany 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屈辱性的一个一个条款啊 那德国在经过了100年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啊 他的制造那可以说是在全球啊那made in Germany啊成了一个高端名词的代名词啊 我们一谈到德国想到啊德国的制造业 德国有很多大公司啊那我们熟悉的像你说的啊在汽车的啊那个大众啊 包括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宝马啊拜尔还有这个我们说的埃斯品等等这些企业 那其实在德国真正的德国在德国的话其实他的中小企业啊是占了德国整体的我们说的 可以说的95%以上而且是德国主要的经济啊这个我们说的税收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来源 那他95%的企业都是属于中小企业啊而且在这95%的中小企业中其中有超过450家企业啊 啊属于中小型企业但是他呢在这个行业领先行业之内啊 属于这个我们说的全球领先的地位而且属于啊这个行业的佼佼者 我们可以称为是隐形的冠军啊他们的规模整体并不大啊这个二三十人啊 但是呢他在这个垂直领域内做的是非常的高精尖 也有很多的学生啊啊包括U1的一些毕业生他们非常喜欢去这种企业啊 他非常有活力啊而且这个管理业各方面这个也比较的这个我们说的扁平化 而且呢他的社会服务业各方面来是非常不错的 一大部分有一部分学生啊他会选择去诊这样的一个中小企业 啊这是管理这个德国我们说他的一个整体的我们说有很多的这方面的一些企业就业机会啊 包括这个我们说的他的很多的制造发明啊都是来自于德国 那我们再回过来看一下整体的德国他的高等教育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说其实德国的高等教育跟英美国家不太一样啊 他是一个非盈利性质的高等教育 而且他的这个国际学生的人数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曲线图啊 其实发展在这个十年之内 发展 这个增长人数也是非常快的 那他目前呢 这个2021年的最新的一个数据目前再读的学生人数呢 是287万这个再读再注册的数 那其中的国际学生的人数呢是占到了12%这样的一个比例 那大概是在41万这样的一个人数 那这一块呢还有一个数据啊 这个跟这个团队们要分享的 其实我们说德国有一个这个宽禁年初啊 那其实无论是什么样的大学 无论是你是研究性大学 还是属于应用类型的大学 他们的门槛基本上是真的是很低的 很低的相对来说啊 但是啊整体的毕业率啊这一块啊 那在公立大学的话 本科学生的初学率呢是9%啊 这个硕士的学生的初学率呢是 26%啊这样子 那为什么有这么高的一个初学率啊 啊第一个原因 我们说对国际学生最大最具有挑战度的 还是语言问题啊 啊那你可以想象一个班里面一百多人啊 做的全日母语是第一语言是德语的啊 大学生就跟他们一起学习这个融入度啊 还包括各方面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另外一块我们说其实 嗯德国的公立大学 它的门槛相对来说非常低 嗯 那他也是一个非常的我们说的是这个宽定延出 那都是班里面都是一百多个人啊 啊我们说的这种同学之间包括师生之间 那可能一个学期出了上课啊 考试啊 那基本上你是因为 看不到啊 这个跟教授有多少不同交流的 对啊 嗯 私立大学的它的出学率呢 是有9% 相对来说 因为私立大学毕竟 还是要承担一部分学费的 所以你想有的这个学校的服务各方面来说 还是普通的 啊那一般像私立大学 它都是小班收获 一个班里面 啊那你在U1的话 像艺术社9分也就有10 10到15人这样子啊 上课经济也就20多人这样子 啊那你有很多机会跟你的教授进行沟通 和交流 那包括我们说啊 你的最后的一个考试 那我们说公立大学 因为人数比较多 那教授没法关注到每个学生 你是在哪方面有自己的特长啊 你更适合什么样的教育方式 啊 那可能是一张卷子啊 那决定你考试啊 这个两次不过啊 三次不过 对不起 那你只能退学了 那在这个 啊 那比如说是在U1私立大学的话 啊 他相对来说 他的考试会更综合的来看一个学生的一个情况 那包括你这个平时啊 这个我们说你要做一些项目 要做一些project 那包括你在课堂中的这个表现 那包括再加上你综合的这个学习的一个期末考试的成绩 来综合来判定你啊 整体的这个 把这个 这个 这个学习成绩 这一块 那等等 还有 比如说 你毕竟是交了学费的啊 啊 这个啊 这个后面还有很多其他的福利 你稍微给咱们这个同学来听 来分享 嗯 啊 这是这个 整体的一个 评论 却还是有人反映 杂音的 您那一边的杂音还是有一些 嗯 那你稍等一下 我把我这个关了一下 看是不是 稍等一下 现在是不是会好一些 现在是不是还好一些 嗯 有哪那边好一点吗 还是有 所以你有没有可能可以用戴耳机 我稍微再 比较靠近电脑一点 现在 现在是不是好一些 就是我们现在再看一下 我们说 刚才我们聊了一下整体 啊 这个德国的高等教育这一块 那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说德国 啊 他的这个就业人口这一块 嗯 嗯 那这是在2022年10月份的一个数据啊 那目前德国它是有200万的 我们说的就业岗位的这个空缺的啊 啊啊 那啊 那如果德国想保持这种啊 这方面的一个经济的活力 那至少 它是每年需要40万的一个这样的移民啊 的人数啊 来保持这方面的就业的活力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呢 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体德国的它的一个劳动力就业状况 那在到2060年的话 那我们也就是说现在目前的就业的人 在港的人数啊 啊 这个它啊 即将要面临到2060年就要退休 那也就是说 这个就业人数会萎缩到啊 啊 这个40这样子 需要40%这样的一个人人数来填充这部分的就业劳动力 而且我们再整体看一下 其实在德国的话 如果你在德国啊 啊 这个生活的话 其实啊 融入感相对来说啊 因为你的周围其实 那很多都是这个我们说的一代移民或者二代移民的这样的一个互利 啊 啊 那其实这个数据统计 那个到2030年的话 德国的 在德国居住的人口啊 其中30% 40%都是来自于外国 那我们再看一下整体的它的国际学生啊 啊 那我们说其实在开始我们也谈到 其实啊 它每年160万的移民都其中啊 啊 40万就是来自于这个我们说的国际学生 那 比如说啊 我们说德国啊 啊 有些啊 可能想不通 为什么啊 德国的高等教育 为什么不能像英美国家一样 比如说可以变成非常商业化 啊 德国的18岁的高等教育 典空一个我们说的免费的学费 那其实说私立大学也是收取一个很少量的一个学费 那其实是我们说可以说是德国政府它非常高展原主的这样的一个 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啊 啊 来保持它整体的经济活力来吸引我们说外部的这个活力高速度的人才啊 啊 这几个跟同学们还是关系非常大的 那如果说同学们未来啊 想在德国发展的话啊 发展的话 那首先我们说德国有一个非常的这个好的一个政策啊 对国际学生的 那如果你在德国教育部啊 这个认证的一所高校毕业的话 无论你什么专业啊 那你都是可以享有一年半的这样的一个签证的时间 那你可以利用这18个月在德国去找工作 而且如果你啊 找到了一家企业啊 那呃 企业可以交纳相应的这个我们说的税啊 包括这个保险啊等等 那你工作满两年啊 啊这个你就可以申请这个我们说的履居啊 啊履居权 啊这是啊 对于我们啊 学生来说 我们说如果你想去德国发展 其实通过读书是 我们说是啊 可以说是最便捷啊 心里啊 其他也是最高的一条 一条通道啊 这一块 然后另外一块 其实在作为国际学生的话 你也可以啊 德国政府有法律规定 那你365天 其实你有180天 那你可以去啊 做兼职工作啊 啊这个每周工作 这个不超过20个小时 而且是不拿税的啊 啊 其实有很多同学给我反映说 其实他们在上学期间啊 挣的工资啊 甚至就毕业之后挣的还要多 因为你毕业了之后要交大很多的事啊 另外一块呢 我们看一下 其实德国它的整体的一个 这个薪资状况啊 这个是啊 这个 2082年的这个 这个要求啊 它是每小时不低于12欧元啊 这样子 而且它的一个全职工资最低 也一个月是不低于1968欧元的啊 啊 做于 做于 非兼职工作的啊 是一个月不低于 这个936欧元的啊 那作为U1的学生啊 U1的毕业学生 那U1 这个我们说 U1 它也是在这个欧洲非常知名的一个商学院啊 商学院 然后后来是在17年的时候 与BPK合并 那我们目前称为是U1 而且它在 它在这个欧洲的雇主中啊 它是享有非常高的一个声誉 而且在市场上也是非常受欢迎的 啊 这是我们学校整体学生的 它的一个薪资啊 薪资 那我们学校的毕业生 其中73%的学生啊 硕士的学生 他是在毕业之前啊 都已经允许啊 这个企业签订了这个 啊 协议的 前面的劳动活动呢 其中我们79%的硕士的毕业生啊 他是高于德国 比如说 这个硕士的薪资的 啊 这个水平的啊 他的薪资是 这个达到是51713欧元啊 平均的薪资我们硕士的学生 那本科的学生啊 我们是56%啊 这样很高于德国 在这些军典的本科生的一个薪资啊 他是4万4片7代15欧啊 啊 这个联系 这样子 嗯 可还有一个问题 也是很多同学比较关注的啊 有一个同学 我们说其实啊 我们说选择这个行业赛道啊 是非常重要 因为他决定了你未来啊 啊 这个啊 几十年的职业生涯啊 在哪个方向发展 那当然了 我们说选择专业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目前在德国啊 啊 比较啊 我们说 受欢迎的一些这个岗位啊 啊 十大岗位啊 这边同学们可以啊 这个分享一下啊 首先是关于这个软件工程方面的啊 软件工程啊 软件工程师啊 包括编程这方面的 包括电器工程师啊 这一块呢 包括这个我们说的啊 医护这方面的 还包括IT啊 这方面的 包括这个我们说的经济啊 包括商 这个商业经理等等这方面的 啊 以及我们说的产品啊 这个啊 产品经理啊 这个我们说的这一块 那与职向对应的啊 这个专业啊 优异有哪一专业可以与这些啊 我们前来说是比较向对应的一些专业 首先是我们的这个 商科经济类的啊 商科经济包括工科类的 数据商业数据科学啊 包括软件工程 还是两大这个 工科类的专业也是 我们学校比较有特色的专业啊 包括数字产品管理啊 啊这个也是啊 非常前沿的 可以说是在欧洲吧 目前我们学校最先开设的 数字产品管理这个专业啊 包括硕士类的国际商务管理啊 包括工科类的软件工程啊 包括数据科学啊 数据科学也是一个 对于想学商科类的学生 一个很好的一个专业啊 它是把商科与这个 我们说的科技相结合的一个专业 我我们我们知道 其实有些商科的学生 他们一直想往工科来进化 其实很难对他们来说 但是数据科学啊 这个专业它是把商业的 科技相结合的 有商科背景的学生 那如果你没有这方面 这个我们说的工 工科类的这方面的学分的话 这个加数字予科就可以了 这一块 包括这个我们说的 它我们设计类的 包括创新设计管理啊 媒体空间 还有视觉与体验这些 都是非常热门啊 好就业的一些专业 那我们目前我们学校的毕业生 他都是在哪些领域啊 这个工作都担任什么样的岗位 这个像我们这个我们说的特斯拉 包括普哈云道德勤 这是跟我们合作比较 这个比较紧密 又很很早的 这个又有历史的 包括他们的一些岗位啊 都是对我们学生的 这个可以说是内部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招聘 嗯 我跟咱们各位同学啊 这个 这个看一下这个 我们如果同学们有领域的话 也可以登录 也可以看一下 可以是吧 那我现在就来到了 我们学校的这个领域 我们领域是学校有自己 我们学的一个账户 其实啊 是我们是可以看到 尤一的一些信息 那包括我们说的 他的一个校友啊 校友的一个分布情况啊 包括啊 在哪些这个专业进行工作的啊 这是我们校友的 他的一个分布啊 这个在分享那个linking 是不是 这好像画面并不是linking 啊 这个可以看到吗 可以了 啊 可以是吧啊 这是我们学校在 如果同学们想了解更多的话 包括想了解一些企业 那其实啊 通过领域很容易找到校友啊 嗯 包括这个公司的啊 这个岗位 大概的一个内部的一个情况啊 啊 这个是很容易找到的 那我们可以数一下 这个体材的 花永道啊 啊 其实啊 图员们都可以看到这个 啊 这些同学啊 这都是如意的一些同学 校友啊 他们在担任这个有这个啊 顾问这一块 啊 华永道的顾问 包括这个高级经理啊 这部分 啊 那很多同学 他们都是在这个 普法永道工作 我们看一下这个同学 啊 他是这个这个同学啊 啊 他是在啊 普法永道啊 啊 啊 他在上海大学 读过这个 啊 是读的是 游一的这个工商管理专业 啊 17年的 80年的一个毕业生 啊 那如果同学们想了解一些 这个公司 这个岗的一些内部的情况的话 其实啊 这个通过这个领域 可以向他们去咨询 都是作为游一的校友啊 啊 这个是非常的 啊 在普法永道曾经做过合伙人 啊 这样的一个词别 所以 由于很多学生 啊 在普法永道工作 还是蛮多的 啊 啊 这就是 他人 啊 包括我们说的这个 而且包括我们说的像这个德勤 那我们都是可以找到很多校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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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是在 和琴 啊 他是在U1啊 这个 18年的21 啊 这个21年的毕业收 啊 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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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分歧啊 在德勤 啊 在阿尔兰 阿尔兰 啊 阿尔兰 包括这个是在汉堡 啊 啊 包括这个是在汉堡 嗯 嗯 这是在U1啊 读的 啊 本科硕士都是在U1读的 啊 汉堡 啊 汉堡的 因为效益 嗯 嗯 这个由于时间关系 我就不跟同学们 就是一一查了 就是如果同学们啊 这个想去哪个大企业去工作 或者说想了解这个岗位有什么的话 其实啊 那你这个通过这一块 啊 啊 其实还有一个渠道 就是job teacher 啊 这个也是可以 啊 这个 查到很多 啊 这一块 啊 这个 这是在IT 啊 IT分医师 在波斯拉 啊 也是我们学校的工装管理 啊 啊 专业的学生 一般工程管理的 专业的学生呢 在大企业啊 啊 像这种跨国公司的企业 Google啊 啊 不小子啊 啊 这由于时间关系 我就不跟同学们做一一分享 啊 稍后同学们也可以直接去 这个领域上 可以做这样的一个research 啊 啊 那我们再回来继续啊 这个我们 关于我们学校的这一块的分享 嗯 嗯 前面我们其实谈到了很多我们说关于德国啊啊 啊 关于这个啊 啊 整体德国的高等教育啊 包括我们说有哪些啊 啊 这个未来啊 啊 这个比较热门好点 啊 热门的一些专业 那我们再 嗯 这个 cancel 那个你刚刚领英的那个page 然后再upload你的powerpoint 现在还是在领 那个linking 哦 sorry 可以了是吗 现在可以了 现在还不是那个full screen 现在还不是presentation mode 啊 现在可以了是吧 那我们现在再进一步来看一下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 大安娜介绍了很多关于右翼 那我们再进一步来走进一下右翼 看看右翼这所高校 它有自己的哪些特色啊 啊 那首先我们右翼它是一个商学院啊 啊 是在德国欧洲啊 乃至欧洲非常知名的一个商学院 那我们在商科经济 我们啊 这个专业在啊 这个德国当地的一个排名 CHE的一个排名 我们商科经济在德国司力大学排名前十 那在这个 啊 整体德国大学中啊 我们商科经济是排名前二十五位 啊 那第二个呢是 啊 这个 如果同学们啊 这个 想选择英文授课的专业 那右翼很多专业都是可以进行英文授课啊 或者是德语授课的 啊 那如果你选择英文授课啊 那 游易开设的也有一些德语啊 这个语言专业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语言水平啊 到时候可以选修一些辅修的专业都是可以啊 啊 然后第三方面也是游易一个非常特色的啊 那我们说其实游易它的创新性是非常强的 它的很多专业都是非常创新性的专业 可以说不光是当下乃至是未来十年二十年 依然是非常啊 你说是非常热门的一些专业 因为它的很多专业都是和数字啊 数字媒体和科技相结合的啊 第四个方面是游易它是一所应用类型的大学啊 啊 那我们说你的学习的内容不光是单纯的是理论 它的很多东西都是和我们说的实际的商店案例 都是密切的相结合的啊 啊 那其实这也是跟它的教授就非常大的一个关系了 我们如意的很多教授都是来自这个行业领域那些专家 可以说是在这个行业领域那要做到一定高度的人才啊 啊 他不是说跟你讲的都是一些 你说的都是一些啊 纯理论没有接过地气的啊 他都是自己在这个行业领域那 可以说是滚爬磨大了很多年 自己总结出来的这些非常我们说的非常宝贵的这些经验啊 带到这个教学中去 再有一块是这个我们说也是作为啊 这个在应用类型的大学中啊啊 那你还有一块非常啊 非常好的一块资源就是在就业这方面啊 他也是有就业指导中心啊 那上午我会跟同学们来具体来分享这一块 因为这个关于到未来同学们你在上学 上学过程中啊 你不光要实习你未来毕业啊 你还面临着找工作啊 啊我们简单看一下 啊优异啊这座高校它的学校的一个地理位置啊 那优异呢目前呢是有四大校区啊 啊它的地理位置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首先我们说啊 国际学生都非常喜欢的这个国际化的大都市柏林啊 啊这个在柏林的话 因为很多专业都是同学认为收客的 那另外呢我们是在21年开设了一个新的校区 那它也是在德国的硅谷 这个德国的十大数字科技中心啊 博斯坦小区啊 它立柏林的话车程一共是一个小时 很多我们说高科技公司啊 那像甲骨特斯拉 还包括DHL这些公司啊 啊大的公司都在这个 那另外呢我们在这个汉堡啊 啊这个我们说是德国最富有的一个港口城市啊 那我们在这个校区呢 我们开始有很多这个英文收费的专业 包括一些德语收费的专业啊 啊这一块 另外呢对于一些学生来说 如果我想啊 啊那我不喜欢任何的大都市 我就想找一个啊 啊非常纯朴的一个城市 想感受一下德国当地的这个 你说的这个生活呀 这个整体的这个民族 这个乡土人情啊这一块 那伊瑟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而且这个整体的气候环境啊 伊瑟龙也是非常的 可以说一年四季还是都非常愚人的 啊这一块 那我们伊瑟龙校区是在18年中间康目上 嗯在德国最美的校园啊 我们是评比是第三位啊 啊这个校区还是非常美的 因为我们学校本身是在一个湖旁边的 周围这个高尔夫啊啊 啊游泳游泳啊各种设施啊 啊是非常的 啊是非常适合以金牙心来进去读书的 而且我们的在伊瑟龙校区啊 啊相对来说德国学生偏多一些啊 德国基本上是德国本土的学生啊 啊我们的预科项目啊 真的高中中的预科项目是 探设在伊瑟龙校区啊 啊这是我们学校四大校区的一个实景图啊 啊这是我们的这个伊瑟龙校区啊 你可以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是非常美非常可以说在这个啊 我们有学生啊曾经在在18年的时候 参加了一个我们学生的一个夏令啊 这样的一个项目 然后到了我们伊瑟龙校区之后 去了之后回来之后就是英文被伊瑟龙校区的美景吸引啊 啊就回来就要读 去我们学校要来读我们的这个啊 啊数字商业和数据科学这个专业啊 啊这是那个博里校区啊 啊这个博里校区啊 你说是创新中心啊 那德国的硅谷啊 波斯坦校区 波斯坦校区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啊这个可以说啊 大学成本本身就是一个啊 包括这个汉堡校区 那呃呃呦有哪座专业 其实优uerdo专业是非常多的啊 啊这个我们开始的有这个针对高中生的预课项目啊 啊预课项目是未来的学生啊 你通过预课的学习 想读公寓大学的啊这样的项目 那包括我们的本科类的项目啊 本科类的项目我们上科经济的 还有一些工程类的 刚刚也跟同学们分享 像我们的软件工程 包括数据科学 这都是一件非常 无论是在国内 还是 无论是在国内 或者是在德国 都是非常好就业的一些专业 包括我们的一些特色专业 像心理学 那我们是在德国 心理学和商业心理学 我们是在德国私立大学中 至少开设的 那像我们的电影动画设计 那我们也是在德国私立大学 最早开设的 包括一些插画 这些专业 有一个艺术设计 欧洲也是非常知名的 包括它的一些传媒设计 都是一些非常不错的 而且是实用性非常强 目前也是非常热门的一些专业 像还有一个专业 在欧洲 是非常 这种人才是非常急缺的 UI UX设计 这叫用户 交互设计 用户体验设计 是一个本科专业 我们也有数据专业 这个专业是非常 好找工作的 其中当时 教授在跟我们介绍这个专业的时候 说他的学生在毕业的时候 刚毕业就拿到5000欧 这个UI UX设计 这个功课和设计 像结合的一个专业 包括数字产品管理专业 也是一个非常热门 高速的一个专业 那另外UI还有这个比较创新性的专业 我们开设了一个双元的一些专业项目 那他这个专业项目的可以理解为是我们 这个学校和企业进行联合培养的这样的一个专业 像这个我们英文授课的 像酒店管理 那我们是与Lamando这个国际酒店集团 联合培养的 那其中呢 学生三年在我们学校学习 毕业之后呢 去这个集团工作 那这个集团呢 它是 它一半的学费 都是由酒店集团来领承担 包括你在实际期间 上学期间有实习 那每个月企业会给你300欧元的这个实际的 工资的补助 啊等等 它是非常不错的 对一些学生真的热爱这个行业的 那你毕业之后有 啊 有这样的本科的学历 有非常稳定 不错的收入 这一块 那我们也有一些德语授课的 授课的一些双元的项目 像这个软银工程啊 包括这个数字商业数据科学 啊 一些非常不错的 大多数德国学生比较多一些 因为这个专业呢 它是这个 啊 要求啊 学生在入学的时候 要企业进行签订这个实义合同 啊 那 基本上是三年半这样子 其中啊 学生是有三天是在企业工作 两天是在UE啊 进读书 那你期间啊 在实习期间企业会承担 啊 这个你的学费啊 包括生活费 但是说至于每个学生你能拿到多少这样的一个实习工资啊 这个要看学生个人能力的表现 但是我们有双元的团队是可以帮助学生啊 这个给你推荐这个面试前的一些指导 包括面试前的这个企业这方面啊等等 另外一块呢 就是我们的硕士类的专业啊 那我们硕士的专业很多也都是英文授课的 像这个国际商务管理 企业管理啊 我们接着也看到 其实很多我们上课的学生都去了普哈永道 像德勤啊 这样大的一些公司 那包括这个软件工程 数据科学啊 这也是非常 很不错的这个工科类热门的一些专业啊 包括我们的艺术设计 这方面的 像视觉以体验设计啊 包括这个传媒设计啊 以及创新设计管理等等一些专业啊 专业还是啊 游艺的专业还是非常多 而且呢每年它的课程体系的专业都是在更新啊 就啊 其中我们对一些真的喜欢这个体育赛事类的 那游艺体育赛事也是在欧洲非常具有创新的专业 我们与阿尔波林合作 那今年的7月份 我们又与啊 这个我们说世界上非常知名的族族俱乐部啊 BUB啊 这个多等农者族族俱乐部啊 达成这个合作 它将对我们的学生啊 进行这个 提供实习 包括对我们的学生提供一些奖合金 这方面 啊 总体的一个学费 这一块 那 预课的学生是9个月的一个课程 我们通常是一年两次开学季 啊 那是3月份和9月份两次开学季啊 啊 这样子 那本科的学生呢 啊 我们啊 根据学生的GTA 那我们设置的一个奖学金 那如果说你比较优秀 我们的GTA能达到90% 那你是可以享有我们学校 这个奖学金50%的这样的一个学费减免的 啊 那包括硕士类的学生啊 那我们也设置的一些 这个我们说的一个啊 早鸟计划啊 这个学费减免这块 我们硕士的项目有一年制和一年半和两年制的 那对于两年制的未来学生 你如果想去读博士啊 像在这个行业里面够深入的 那推荐你选择两年制 因为一年半和两年制 它都还有一学期实习的 一年制的更适合于本身 本科就学的这个专业 或者说你在这个专业里面内啊 这个 很多年 有很多年这方面的工作经验 那你想啊 通过这个快速的提升一下自己 那建议同学们是可以选择一年制 另外U1的所有的硕士里的专业 都是可以跨专业申请的 那如果说你没有这方面专业背景 那我们有硕士一科 这个也是对很多同学啊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另外一块 很多同学比较关注的是 那假如我去这个德国 那我应该准备多少这个生活费的一个问题 那其实德国的整体的 它的物价各方面来说 其实还是非常的可以说 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我们如果可以跟国内 这个稍微高到 这个SDG这样的地方 其实它的整体的物价比 相差并不大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住宿这一块 包括你的保险 因为保险是必须的啊 这一块 那通常我们建议学生是买公立保险啊 这一块 因为它含着这个保险的准备 比较多一些 包括你的这个衣食 这个网络住行所有 加一起 那大概是在800到950 这样子 关于住宿这一块 我们说其实德国虽然说 它是有一些住宿的名额 学生是可以排队 但是其实对于很多学生来说 其实排队 基本上要么你排不上 要么你排的地方 真的很偏远 这一块 大多数其实学生 还是通过这个 我们说的 这种私人的这种 我们说的这个 租房的这种 这个方式啊 那在优异的话 这个我们学校是有这个 The Welcome Service Center 就我们说零星中心 他们是专门为学生提供这个住宿啊 包括你的居住证啊 这个签证啊 等方面 这方面的问题 他都可以给你提供一些 这方面的指导和支持 下面我想跟各位同学 再简单说一下就业这一块 因为 那如果假如你选择了优异的话 这个实习和就业将是 你在学习过程中 这个必不可少的 因为我们的本科和这个硕士类的专业 除了一年制之外 都是含有这个医学期实习的 也就是说这个是强励学期实习 要记录到你的学分的 所以对于很多学生来说 那如果写你的简历 包括你什么的面试啊 这方面的指导 有哪些企业可以提供你的面试 那这是很多学生 在这个上学过程中 会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U1的四大校区 开市的都是有就业指导中心的 那哪位学生你入学了之后 你是有一个账号 那你可以登陆到你的 你出的是叫校园网 小米网 找Jobteaser 我跟同学们咱们看一下这个网站 不好意思 可能时间要超了 我这个东西有点多 我尽量抓紧时间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是因为我是拿了 我的教职工的账号 我已经登陆进去了 那其实同学们进来了之后 登陆你们自己的账号密码 其实同学们经常会遇到的一个 就是这个我们叫预约 这个 那你拿到自己的账号 账号密码之后呢 你是可以来预约 各个校区的这个就业指导中心 那它有不同的模块 包括你的写简历 这个 这是德鱼 我先把它转发成一回 你看这都是有时间段 那你可以选择校区 选择哪个顾问老师来进行预约 包括你的实习 这方面的 那包括我想在德国 我想找一些兼职 那我可以预约我的老师 给我哪些建议和推荐的一些岗位 包括你的面试这些 那包括一些你的实习这方面的 因为每个学生 每学期都要有实习的 包括你的未来的职业规划 那它真的是非常的细 那同学们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 安排进行来进行选择 这也是这个同学们经常会遇到的 然后另外一块就是找工作 这个是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这个经验啊 包括你的要求 你都是可以选择一些岗位的 那这些岗位其中包括有 这个优异的 针对优异独家的这些工作的机会 那包括也有一些外部的工作机会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 你只想选择优异 这个企业 我们说可以说是内聘的这些岗位 或者说也考虑一些外部的一些机会 这些都是有很多这个岗位 这个你都是可以选择的 那包括这个跟同学们关系非常密切 还有一个活动 那学校里面 这个像经常这种 我们要求一些企业的 我们说的这个行业 这个总监啊 包括他一些知名的人士啊 这方面来去做这样的讲座 而且也是非常多的 这个既包括有优异啊 这方面的学校里面校园的活动 也包括其他大学里面的 这个基本上都是优异的啊 优异他们啊 这个就职业指导中心 他们组织的一些活动 这个有讲座啊 包括一些这个我们说的一些户外的这种交流啊 这方面的活动 也是非常多的 这个同学们只拿到自己的账号 直接预约登录就可以了 这个优异时间关系 我就不作一一的展示了 我们还回来我们的这个评听 我们再简单看一下 其实教授这一块 我们说啊 这个啊 在优异的教授里面 不光是有这个我们说的博士 这样的一个学位 那很多教授 他都是在这个行业领域里 有自己的这个我们说 亲身的项目经历的 那像我们的这个数字商业数字科学啊 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他本身是在啊 这个前年啊 这个联邦国啊 这个国防部啊 做过项目经理 那本身也是这个我们说 他的啊 这个智能体这方面的博士 那自己也是在很多期杆上 也发表过很多自己的一些文章 啊 这个是我在我们官网上的一个截图啊 感兴趣的同学 也可以登陆我们的官网就看一下 其实教授他也有自己的官方的一个网 网址也在里面 啊 这包括我们艺术设计的一个教授 这啊 这个皮特尔教授也是我 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教授啊 非常有魅力的一个教授 而且他本身的经历也是啊 可以说是非常有阅历丰富的一个啊 他包括他的这个啊 个人的这个学历背景啊 在英美国家各个国家受过教育 包括这个在很多这个企业做啊 这个担任过高级设计师啊 自己也做过这个项目总监啊等等 那包括他自己的作品 那我们说像德国的啊 这个设计奖 欧洲设计奖 包括啊 这个威力奖啊 这个等等都是囊括了很多奖项 而且教授他本身自己也一直在创作 那今年2022年的时候 去年 2022年的时候 他的一个作品 这个获得了欧洲设计奖的一个赢奖 他自己本身也有自己的这个网址啊 感兴趣的同学也可以都要去详细了解 教授各种的一些作品 那包括他的一些作品 在这个可以说是超过135种书籍啊 书包括一些期刊杂志啊 都刊登过他的一些作品 那包括我们说的在巴黎啊 东京啊 纽约洛杉矶啊 等等 都有看过自己的这个我们说的作品 感兴趣的同学其实可以 他是担任我们是视觉与体验设计 还包括UIUI设计 这个 这方面的教授 感兴趣可以去听听他的这个动态 另外一块呢 是我们的同学 他也是有很多机会要参与一个项目实践的啊 这个是我们今年2022年 与世界上知名的一个摄影啊 公司叫Mandane 啊 打成了一个合作 那我们的同学呢 啊 跟啊 这个我们说这个行业内的知名的人士 那可以有很多学习交流的机会 大家好 我是巴黎妈 巴黎妈 我们的大咖啊 大咖啡 我们访不动 大咖啡 大咖啡 也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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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сем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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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a documentary photographer working especially in Eastern Europe, Russia and Ukraine at the moment. For the past two days I've been here to Berlin to have a workshop with the students. The students got an assignment to photograph a night in Berlin. So today we had a look at all this very different kind of work which was very fascinating and interesting and inspiring to see how everyone has really their own visual language, 我认为这种文章的文章是很重要的文章 我的名字是 Jael Martinez 我认为美国的文章 我认为这种文章是很好的 学习和技术的技术 学习的技术 学习的技术 如何发展这种文章 我认为这种文章 我的名字是 Martín Quiroz 我从今天成功教授的 我认为本学的在这种文章 最后的每个字幕 很孟靠的 我要的名字 我认为他们的文章 他们的文章 我觉得非常好 有的一个人 听到我如何做什么 我认为欣赏 巴黏的文章 我认为详细 我认为铢留下 我认为东西 这是一个很厉害 我认为了非常感性 给你带入枕 祝语 me m i'm wyan and i'm studying third semester at ue i think the workshop was one of a kind experience to me because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at i see and i learned from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我不是我的教授 我非常有意義的 我會有理解的評論 從我的博士們 但是也在群組 我叫我教授 我主席的博士們 在英國的博士們 我非常幸運 我們有合作的合作 在碼文化的博士們 博士們的博士們 是很棒的 不懂不只 Judge 전부的 professors 事來這邊 補正在處理的 很多層", Which you see is my background аст turismat京本層 Berlin at our first Magnum workshop. I'm very thrilled about this new cooperation between UP and Magnum photos. It's embedded in Berlin Photo Week. I'm very thrilled to have a lot of opportunity to share and share with the people in the industry. Magnum has many artists who have a lot of work in the world. 包括国家地理杂志 包括Vogue我们熟悉的这些杂志 都有自己的作品 这是我们插画专业的学生 那我们是汉堡校区 汉堡的地质生物博物馆 它的入口的壁画 这个是由我们插画专业 我们继续在这些杂志 这些杂志 游戏是艺术设计的学生 是有很多机会 甚至在上学期间 能够看到自己很多作品 刊登在一些期刊杂志上 这个是 我们今年7月份 与世界知名的足球俱乐部 多特蒙的BVB 打成了一个合作 他给我们的学生提供奖学金 包括夜时期机会之外 我们还邀请了我们出了 这个BVB的知名的传奇 这个音乐员叫 罗曼·威登·菲勒 参加了我们在一森林校区的签议仪式 那包括我们说 这个学生在上学期间 同学上学期间有很多的这个活动 不光是读书 这是我们柏林校区 学生会组织的一个 在万圣节的时候 组织的一个活动 包括我们今年10月份 这个柏林的八大高校 组织的一个辩论赛 那包括我们艺术设计的学生 那我们每年都是会有一个艺术设计的毕业生 和一个作品展 那我们会邀请 那U1目前呢 有200多家 这个我们的企业 前来去参展 包括一些校友等等 今天有点超时了 非常抱歉 这个 这是关于我们学校的整体的一个介绍 那下面呢 同学们有没有 这个关于 这一块有没有什么一些问题 系的这个资讯的分享 好 那我想因为也是时间关系 我这边有几个问题想要请教 就是看到非常 你们学校U1提供了非常这种专业 就是好像就业 以就业为导向的这些实际的课程 以及还有实习 以及还有毕业后的这些就业的这些情况 情形 好 那我们这边有一个同学 先有一个问题 就是U1大概这个国际学生的比例有多少 这个问题非常好 这个要看校区 那如果是你是在我们的柏林校区学习的话 那你是可以看到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生 那如果你选择了伊斯隆校区的话 那基本上都是德国本土的学生 那包括在这个 这个汉堡校区的话 这个德国本土的学生站的比例上面还是高一些 因为这个是也是根据不同的城市 这个来自定义 好 好那下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申请U1如果是以Master这个硕士课程的话 要准备的这申请文件有哪些 以及还有如果是选择英语授课的话 他这个语文的要求 这个这个检定的考试分数是多少 这个问题非常好 因为时间关系最后没有跟同学们详细介绍 那对于申请硕士的学生的话 那首先要求最基础的 你要是一个本科的 本科的毕业证 有本科的毕业证和学位证 那另外呢 你的GPA成绩不能低于70分 那如果你低于70分的话 比如是需要你有非常好的一些背景 这个有教授有做这方面的一个推荐 这一块 另外一块呢 是关于你的这个看专业 那如果你选择的艺术设计的类的专业的话 教授是要今天二次审核你的材料 来决定师果进行面试 这一块 另外对于语言的话 我们是要求学生你的语言最低 雅思是不低于5.5分 是 好那在申请的这个时间表上面 学校会怎么样建议我们台湾学生来做申请呢 现在还可以申请吗 现在是可以来得及申请 但是呢 我建议学生还是提前在开学前两个月进行申请 因为这个是涉及到你提交的申请 我的文人要进行审核材料 到你最后最终拿到录取通证书 那差不多在需要三周的一个时间 那整体呢 如果去根据办你签证这样的一个时间 那差不多也要在一个月四到六周吧 四到六周的八周这样子 所以建议学生呢 那如果你是三月份入学的话 我建议提前两个月 至少期间两个月 两个月到三个月 建议提前申请 好那如果同学想要申请的话 大家是直接上UE的网站上来做申请吗 我建议同学们 因为我们官网上它是有不同国家 因为不同国家 它的对这个材料的这个食品要求 还有它有些稍微有些不同 那如果感兴趣的同学 那可以可以把你的 sorry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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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箱 可以可以把你的这个申请材料 发送到我的这个邮箱 那我来进行看一下 你的整体的一个材料 是不是满足录取要求 那如果满足录取要求 我会把你的材料呢 转发到这个我们学校来的那时 好那另外 好请说 对对 sorry 这个是UEGermany是少写的 真的 好 那 我不知道怎么会变成 好 如果有还有其他问题的也可以 这个记一下我个人的邮箱 或者是可以加一下我的WeChat 有一些自己 可能每个学生的情况不太一样 好啊 那另外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刚刚听到你有很多的 就是公司企业 大部分都是像比如说商务馆 或是像资程 或是PWC这些 那表示说 应该有很多的同学 对于UE的这个商业 Business课程或者是跟商科有相关的课程 非常有兴趣 那如果申请进入到UE之前 有没有说特别哪些的科系 比如说数学啊 或是经济啊 这些科目 UE是特别要要着重看的吗 有吗 申请本科类的话 我们还是主要看学生他的你的GTA成绩 包括我们说的在台湾的一个学色 这个学色考试成绩 这是最主要的学术标准 包括你的语言这一块 我们对本科类的学生没有背景限制 那对于硕士类的学生的话 我们是有背景要求的 那是要求你具备这个工商管理 这个相关专业的背景 那如果说你没有这方面背景的话 又要学这个商科经济的话 那你是要加医学期的硕士预科的 医学期的硕士预科 然后再加上你的专业课程 所以学校也都是有一些衔接课程 学生是可以来做搭配选择的 对对 因为如果你没有这方面背景 这个你课程可能整体跟不下来的 是有这样的学生 是有这样的感受的 再加上你本身 从一个自己母语 收课语言转到前面用人收课 你本身也需要那个两到三个月 一到两个月这样的一个试用过程 是 好 那今天非常谢谢 利从这个欧洲应用大学 科技大学给我们非常详细的说明跟介绍 好那在线上的朋友 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 以及还有如果有兴趣要申请 这个欧洲学 UE学校的课程的话 请你保持跟学校在保持联络 不管是写信到他的 email信箱里或者是扫描QR Code 加他的WeChat 来跟他保持联络 来询问相关的问题 好那我们以上这一场 欧洲应用科技大学的说明会 就到这里结束了 当然你还是可以跟我们 校代继续的保持联络 以及还有提问 如果 或者是你可以上我们的脸书 或是写信到我们这边 我们也会将你的问题 转发给我们的校代 来为你解答 好今天非常谢谢大家的参与 也非常谢谢Reli的详细的解说 那我们下周 下周三 要带给大家这个意大利 跟荷兰的学校 那如果还没有报名的同学 请你务必赶紧上 我们的官方网站上面来 来报名来参加 好那今天再一次 谢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就下周见了 大家周末愉快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